这两期我们几乎是逐字解析了吴梅村有关《变玉经》的所有文字 今天我们就以此为基础来还原两人真实的故事 并顺带对第一期的小说故事来进行一下历史学的刊物 首先《物相出》小说版本中写《变无二人》第一次有交集是在崇祯十四年 两人同来南京盛楚楼参加吴梅村的包凶吴志衍赴任成都之府的送别会 其实不光是这篇小说 我查到05年人民网江南时报的一篇有关《变玉经》的文章也是这么写的 这段看起来很详细 很生动 初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吴志衍 本名 吴继善 确实有这个历史人物 他也确实坐过成都之县 并且他也的确是吴梅村的足兄 两人一同求学赶考 私交甚度 所以吴梅村的诗文中常出现此人 并且吴梅村自己也写过一首《宋志衍入属》 宋别吴志衍 而《变世姐妹》也的确擅长画兰花 并且《变玉经》诗文功力的确不错 通过吴梅村的记录 《变玉经》也确实写过一首《提善宋志衍入属》 而《圣楚楼》是曾经的情怀名楼之一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合情合理 似乎这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幕 其实有一定历史阅读量的话 你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一段艺术创作 有时候我常常在想 已经过去的历史 是不是随着那些曾经鲜活的历史人物 退出历史舞台就逐渐褪色了 或者就像《学梦环游记》 《墨西哥人文化》中 对王者的定义一样的 假如我们所有人都已经遗忘了那段历史 那它就真的消失了 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 能够拼凑出它 那历史就永远存在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考据 重现历史 而不是小说化历史的意义 假如是写恋爱小说 男女在一场隆重的盛宴中登场 在众多来宾中 在人群中 在公仇交错中 一眼就望见了彼此 被彼此所深深吸引 这样一见钟情的出见 的确很唯美 可惜历史上的《吴眉村》和《便玉经》 《相遇》应该没有这样浪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历史上吴志衍是崇祯十六年才调任成都支县的 可以查到互不相应的官员记录 不是崇祯十四年 首先时间对不上 再者他从崇祯十年考取静世后一直任慈禧支县 后来回京崇祯十六年调任成都支县 相信了解明史的观众们是知道的 明朝的支县是非常辛苦的 一般一年只放三天甲 最多些七天 家之明代还没有高铁 慈禧到秦淮路途遥远 所以吴济善从崇祯十年后 其实一直都是远离秦淮之地的状态 而吴眉村则是任南京国子建四叶 就工作在嘉丽云集的旧院对面 倒是一直身处在秦淮之地的核心 故而吴眉村才是更近水楼台的那一个 加上支县的凤银也远不如国子建四叶 所以不能支持他常常光顾秦楼主管 所以不管怎么看 吴济善都不像是能在吴眉村之前 熟识便是姐妹的那个人 第二是场景 组织者和来客的关系不对 古人一般远行都是亲朋组织送爷 所以吴志衍赴任成都 这场送别宴的组织者不会是他本人 应该是吴眉村 既然吴眉村是组织者 那来参加的宾客 一定都是他认识或者有基本了解的 所以吴眉村不可能不认识来参加的便是姐妹 再者 这场宴会不大可能在秦淮的盛楚楼来办 同时还办得如此轻松愉快 因为崇祯十六年 已是大明最后的时刻了 而远在西南的四川更是非常不太平的艰险之地 时常被李自成和张献忠袭扰 此时更是微尘一作随时有尘破的可能 所以此时从富庶的江南远富巴蜀 无疑是以身入险 并且吴志衍此去成都还是带着任务去的 四川通史记带 吴在北京时 汤若旺给了他一封书信 托他带给在四川传教的利类司 可以说吴志衍是被崇祯为以重任去四川救火的 通过吴梅村的《宋志衍入属》一诗 我们也能发现这首诗写得很悲壮豪迈 不仅赞颂了吴志衍老祭福利 以身犯险愿去成都救火 并且也对他的个人安全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希望他能够一路平安 希望成都能够化险为夷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不大可能把送别之地 选在吴志衍不慎熟悉 同时灯红酒绿的情怀之地 而且吴志衍是极调成都 并且通过历史可知 他是带着全家老小去的 所以不大可能在南京徘徊许久 应该是在太仓接了家人 就直接传行去的巴蜀 假如真有这场送别会 大概率也是安排在就近的苏州 变玉京为什么会出席 是因为他之前已和吴梅村相识 在送别吴梅村包凶这样重要的场合 他当然不想缺席 并且他还在善面上提诗一首 与吴梅村的那首相和 如此一想 变玉京的那首提善送志衍入署 就解释得通了 因为他是通过吴梅村的关系 认识的吴志衍 后两句看似是送吴志衍 实则是问吴梅村 也就不算是诗里的 毕竟列席族人间的送别 他还附和了吴梅村的诗 很有种正房夫人的感觉 通过上两期吴梅村本人的文字记录 我们可以知道 他和变玉京在崇祯16年 送别吴志衍之前就认识了 早在变玉京祭祖苏州的时候 两人就已相识 这个记录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并且吴梅村应该是在变玉京 民动情怀前就已和他打得火热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变玉京的故事里 他和旧院出生的八雁中的 其他几人交集不多 并且从后人的画作和细说来看 变玉京的美貌不让其余几位 甚至隐隐有和陈圆圆比肩的水平 并且他还比柳如氏顾恒波的要年轻 那为什么同时代的其他文人 包括像龚鼎姿这样 比吴梅村更年轻的青年才俊 都没有看上变玉京呢 我想除了上一期提到的 艳师绝了变玉京的后路外 首先是吴梅村认识变玉京更早 他有所谓的先发优势吧 并且吴是崇祯父神 亲定的殿氏榜眼 也是文坛领袖之一 吴的名声大辈分高 既然大家以封闻他和变玉京私交甚度 那自然其他文人不会再自讨这个没趣 说完了两人相识的考据 我们顺便再考据下吴志衍这个人 根据多种川属本地的地方志记载 吴志衍到任成都后 不多久就开城投降了张献忠 但后来张献忠嫌他酸腹 把他全家都砍 他的死讯传到情怀之地 吴梅村等文人以为他是宁死不屈 被杀了全家 还为他做了很多歌功颂德的文章 后来才知道 闹了个大乌龙 这件事后来也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 我记得以前读的时候 里面写到 圣祖爷觉得前朝文人骄作姿态 故将吴志衍立为圣贤 以讽其人 当然四库全书中 很多历史记录都是被精心篡改过的 是不能作为历史考据的 但道光年的古圣贤像传略中 还真的有吴志衍 明末很多文豪才子都没上得了这本书 反而一个在史书中不胜出名的吴志衍上了 只能说这就是历史的讽刺吧 在此我想多说几句 吴志衍从才华看是远远比不上吴梅村的 也没有红粉家人缠绵翡策的故事 除了留有几幅书画 他也没有留下什么有影响力的文字 甚至他还被蜻蜓树立成了一个小丑 但是在大明风雨飘摇的时刻 吴志衍没有龟缩在江南 然后顺势详亲 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去任成都的调令 不惜以称犯险 并且还带上了几乎所有的家人 通过此举可以看出 他是想在成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他是有造福一方的济世之心的 奈何乱世时局否测 面对张献忠的大军 面对张一贯的残忍 他为保明生计选择了开城归降 他就这样做了一个祥城 然后还因办事一板一眼过于认真 又给张献忠砍了全家 他的故事也许很可笑 生前做了一个倒霉蛋 死后还给挂上了古圣贤像 受万事嘲讽 以前有朋友问我 深度了解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我回答他 了解历史能让我们知道 每一个在历史流明的人物 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的平常人 就像尚文提到的 吴继善的故事一样 可能历史有很多阴差阳错的地方 但每个历史人物真实的故事 都值得我们去重塑 去还原 去给他一个公道 他是投降了 但他又未尝不是一个勇者呢 他虽然酸腐 但他又未尝没有一颗济世济明的心呢 扯了几句奇外话 我们接着说回便无二人的故事 小说故事里 吴眉村没有给便宇金名分的原因 是因为田国舅据说要把他选入宫中 他怕得罪权贵 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很多有关情怀八艳的民间小说里 都有这样一个田国舅的形象 那他真的存在吗 历史上崇祯的确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田贵妃 并且他也的确有一个亲弟弟 只是他弟弟在崇祯十七年大明亡国的时候 也才只有八岁 亲世祖实录中有记载如下 所以国舅也选妃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 其实这个田婉说的是田贵妃的父亲田红玉 所以不应该是田国舅 应该是田国丈 那你们肯定要问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离谱的错误呢 我猜是因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权威 和明史稿作者万思同一起位列 浙东四大使家之一的张黛 在石惠书后集田红玉传里写 田红玉广陵人 义宗田贵妃凶 但凡仔细读过重真实录的 都知道这个错误有多离谱 民间小说的作者们 估计都采用了张黛的说法 自然就以讹传讹了 可见在小说圈子里 这种坏习惯清初就开设了 殊不知文史不分家 历史是文学创作的基础 假如都没有考据历史的水平 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吗 我觉得是不能够的 你们肯定又要问了 既然田国障的女儿是宠妃 那她为什么还要选民女入宫 和自己的女儿去争宠呢 因为田贵妃自从入宫后 除了大儿子永王朱慈昭 存活到假生之变后失踪 其余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 田贵妃为此非常悲伤 后来抑郁成吉 崇祯十五年就病逝了 而从崇祯十四年开始 其父田红玉自知女儿 时日无多 为了讨崇祯欢心 维持自己的权贵地位 就开始在江南大肆选宇 《早灵杂举》中就有相关记载 而吴眉村在《圆圆曲》中写道过 田红玉南下江南选中了陈圆院 想把她献给崇祯 无奈崇祯没有看上 于是田红玉就将陈圆圆留在自己家里作为歌姬 后来又借花献佛把她送给了吴三桂 那历史上田国账的这次选妃 选到变玉京头上了吗 显然是没有的 因为田红玉这次选妃 开始于崇祯十四年 结束于崇祯十五年 而崇祯十六年 变玉京不仅没在京城 还能在江南之地陪着梅村一起送别吴志也 自在得很 显然不像陈圆圆是没有被选中的 再者 吴梅村真的是因为怕得罪权贵才不敢取变玉京吗 上一期我讲过了吴梅村的家庭背景 显然这也是小说作者的意义 假如吴的那些厌词在崇祯十四年就写旧了 那给田红玉再大的胆子 他都不敢选变玉京 这顶帽子又大又圆 他是不敢给他的女婿戴上的 所以这种说法也纯粹是没有历史考据的 无奇之谈 既然田红玉没有选上变玉京 那为什么过井树林玉京到人墓并序中 变玉京会用中山好女字笔 并说自己曾被选入宫中呢 这应该说的是洪光帝朱游松的荒唐诗 这个朱游松有多离谱呢 土木堡战神朱祁镇见了他 都得叫声大哥 南宋好歹还坚持了152年 而在他一名神武的领导下 南民不到一年就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忌计 这哥们刚被拥戴为皇帝 不想着怎么团结剩余的军队 不想着如何隔江加强防御 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在江南一带大肆选飞 而且他是真不挑 婚素不济 不挑不解 通通都要 一时间南京城内但凡有女儿的人家 门都给封起来 等着选官来选 自然像变玉京这样声名在外的 这些救院里的美女就更不能免 但他还没有入宫 清军就打了过来 南京城破 他被清军驱赶放逐 身逢乱世 身边又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可以想象得出 一个弱女子那时该有多无助 而吴眉村当了南明朝廷两个月的官后 发现势头不对 就赶紧逃回了太仓老家 并且隐居不出了 不知道他逃回家的那一刻 有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红颜知己 之后两人的故事 便是六年后顺势七年 在前宅的那次不愿下楼相见 我想六年的颠沛流离 应该是让变玉京吃了很多苦 至于他是不是为了躲避 清军辱掠妇女才穿上道袍的 没有确实的历史依据 我是不会下结论的 总之一年后 他是穿着黄色的道袍来见吴眉村的 通过两人一起泛舟横堂 和吴眉村的那首《临江仙》来看 其实变玉京此时并没有一心入道 也没有看破红尘 道袍大概只是他的一层保护色吧 但这之后 我想他是真的对吴眉村心冷 可能也是这期间 在两人重温旧梦之余 变玉京再次问了吴眉村 曾经他问了无数遍的那个问题 而吴眉村还是再一次没有给他答复 他们两人纠缠了这么多年 吴眉村还是不愿连取眼前人 世俗的礼处 家庭的阻力 让他依旧不愿意给变玉京一个停留的港湾 我想直到这时 变玉京才终于看清了他眼前的这个男人 而此时的变玉京已经快三十岁了 已经经历了几年的流离之苦 他已经再也耗不起 也等不起了 所以这之后 他选择归了浙江一诸侯 吴眉村能给自己爱情 但他给不了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处 但一个身在乱世中的弱女子 显然除了爱情 他还要面对更多更现实的问题 而此举也是变玉京再三权衡的无奈之举吧 两年时间 变玉京就献上婢女柔肉 自寝下堂 并且也没有生育 可见这段婚姻对他而言 应该是没有多少质量可言的 不过就是乱世中一个能避雨的乌言罢了 经过这次失败的婚姻 我想变玉京才真正的看开了 想透了 他想明白了此生剩下的时间 他还能做些什么 所以他医了吴眉村笔下 年过七旬在苏州的宝玉市 虽然在封建时代 年轻女子给封竹残年的 官坏人家做妾并不少见 连大士人白居易同志 也是在樊宿口小蛮腰里 不亦乐乎 但这可是曾经名动情怀的 绝代风华之一的变玉京啊 这是曾经当代才子 吴眉村笔下的厌词主角变玉京啊 在一次不成功的婚姻之后 又委身了前夫同族的残年老朽 对年少盛名的变玉京而言 这在当时不会是多么光彩的一件事 然而他只是一个家道中落 身在乱世中的弱女子 没有人可以依靠他不过就是 风中强威 鱼打扶贫 他又能如何呢 本以为吴眉村会是那个 他心心念念苦等的白马王子 会为他披上凤冠侠备 然而身骑白马的除了王子 也可能是那个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唐僧 是那个断了自己所有后路的吴眉村 而他是如何和这个苏州的宝玉士产生交集的呢 吴眉村没有写 因为史料匮乏 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宝玉士既是他前夫的族人 还是他老情人吴眉村的亲戚 各种巧妙 想来也确实不足为外人道的 不管怎么说 最后的便玉京还是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归处 老者对他甚厚 并且通过他以蛇学写法华经来看 他个人是非常感念宝玉士对他的照顾的 自古美人如将相不许人间见白头 十余年后 便玉京就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远远地走在了 比他整整大了十二岁的吴眉村之前 小说情节里 便玉京是为了避礼自成之乱 才南架浙江 然后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士族子弟 后来重游姑苏 因为看透了吴眉村的父亲伯姓 所以在前宅没有与他相见 并且之后特意身穿道袍 来和吴眉村永别 而后看破了红尘 做了女道士出了家 和吴眉村再无瓜葛 这是一个封建女性觉醒的大女主故事 但我们通过历史还原来看 历史上真实的便玉京 其实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普通女性的故事 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真实的她没有那么潇洒 对自己的人生也没有那么多主动权 她匆匆的人生故事中 透露出的还是那个时代下 普通女性的一种 无可奈何 所以从真实的历史来看 便已经最后虽已看开了很多事 但也不算真正找到了那把能够自渡的伞 而她和吴眉村真实的故事 也远没有小说故事写得那样精彩 那样光芒万丈 下一期我将用真实的历史 来讲讲我对这首《还魂伞》内涵的理解 我是燕心 我们下期再见